甄嬛传,雍正致死不知,龙凤胎名字连毒,就是甄嬛背叛他的证据。 在甄嬛传中,雍正皇帝的疑心并不是一般的重,不过,他到死都不知道龙凤胎名字连起来的毒因,竟是甄嬛背叛的证据。 甄嬛本身就是一个心思极度缜密的人,他做事几乎也是从不留痕,可在给孩子启明这件事上,他却留下了出轨的把柄。 其实,皇帝到最后也不知道甄嬛的背叛,也是情有可原,按照皇帝的性格,倘若他真的知道了孩子不是自己的,哪怕还有最后一口气,都要强撑着将甄嬛杀掉,毕竟只要他还活着,他便是最高权威。 当初果郡王死之前,甄嬛才将事实的真相给说了出来,果郡王和甄嬛的情愫,皇帝也只是略知一二。 雍正让甄嬛去毒死果郡王,房子外,只能出现甄嬛。 圣命难为,甄嬛只好前去照做,这招也确实是毒辣,门口的杀手也在等待着善后。 甄嬛想着干脆替果郡王喝下毒酒一死了之,结果,在关窗户的时候,聪明的果郡王早已看透了一切,并果断调换了毒酒。 最终的结果,便是果郡王死在了甄嬛的怀中。 大家好,我是你的老朋友,你认为果郡王知道不知道双生子是他的骨肉?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,点赞并添加关注,让更多人看到,果郡王和甄嬛这一对相爱的恋人实在是太凄苦了。 凌云封上短暂的快乐时光成为了他们一辈子了以未戒的记忆,可是,却也只剩下记忆了。 从雍正怀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开始,他们的结局就注定了会很凄惨。 而果郡王喝下雍正欲赐的毒酒,对于甄嬛和他来说,只能是唯一的选择。 当初,谁也没有想到,果郡王出宫半差之后,明明说好的四十天归期,和甄嬛约定的时间到了,果郡王却迟迟没有回来。 温太医从皇宫中带来了果郡王已经跌落到黄河中淹死的不幸消息,纵然甄嬛拒绝相信这个消息,但是他不得不考虑腹中怀上的果郡王的两个孩子。 凌云封上与果郡王短暂的快乐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,在得到果郡王去世的消息之后,他不得不再次用计谋回到了后宫。 甄嬛不是为了自己而回到后宫的,他是为了果郡王,为了自己和果郡王的孩子,也是为了自己依然流放在宁谷塔的老父亲和老母亲。 回宫诞下龙凤胎,取名纪念果郡王。 回宫之后,甄嬛诞下了龙凤胎,这让老来得子的雍正皇帝十分欣喜,更是对甄嬛宠爱有加。 不过雍正致死都不知道,龙凤胎名字的连读,就已经暴露了甄嬛背叛的证据。 雍正聪明一世,却万万没想到,甄嬛对云里的爱从未藏着掖着,人家直接放到龙凤胎的名字里去了,红艳,灵溪。 雍正以为这是甄嬛和他心有灵溪一点通的意思,他还为此感到高兴。 但是雍正皇帝不知道的是,这两个名字的最后一字,组合起来不就和西岩同音,就是甄嬛和果郡王两个人的定情之花。 果郡王的母亲舒太妃和先皇有情,西岩花就是彼此的定情之花。 果郡王与甄嬛第二次相遇,是在童花台上,那童花台实际上是先皇为舒太妃而建。 舒太妃与先皇的故事虽然描述的并不多,但从那长相思和长相守的绝美爱恋来说,先皇对舒太妃的宠爱的。 众人也都说舒太妃是先皇最宠爱的妃子,而童花台上的西岩花就是他们的定情之花。 后来,甄嬛和果郡王同样以西岩为定情信物,西岩也就是红艳和灵溪的联督。 果郡王与甄嬛在童花台上相遇,由着西岩花展开的话题, 字里行间透露着果郡王对着西岩花的惋惜,开在不起眼的墙角之处,生命短暂而美好,这不正寓意着果郡王和甄嬛的爱恋吗? 西岩虽是只开一叶的花,见不得光中会凋零,但此花美,且与众不同,就像她和云里的爱情。 云里虽死,却给了她两个孩子,孩子是云里生命的延续,有了这两个孩子,甄嬛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。 果郡王一直知道龙凤胎的身世,所以拼死也要保护甄嬛和孩子。 虽然距离好像并未表现出果郡王知道孩子的事情,但有一个小细节,果郡王从边关回来之时,被皇上召见。 多年未见面的果郡王和甄嬛都十分激动,但碍于身份不能表现,但果郡王却问了红艳是否安好,甄嬛有那么多孩子,为何只问红艳呢? 肯定是已经知道红艳是她的孩子才会如此关心问候。 所有人都以为这两个孩子是雍正的,其实这两个孩子是果郡王的,但甄嬛并没有告诉果郡王真相,可怜的雍正皇帝。 到死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自己的。 甄嬛在甘露寺与云里怀孕后,却不幸得到了云里遇难的恶号,无奈之下,只得谋划回宫。 先让崔锦溪去苏培圣那里打前言,再让梅庄在后方游说太后。 各种骚操作之后,把皇帝引上凌云风,进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移花接木。 而苏培圣知道,只要自己与崔锦溪还有宫中的沈梅庄一起理应外合,就可以瞒过遗修还有安岭荣齐平一挡的耳目, 就可以忽悠四大爷来凌云风,与甄嬛行周公之礼。 这样的话,就可以帮助甄嬛一个大忙,助甄嬛回宫那可是间接地成为了甄嬛的一个大恩人。 这样一来,不但可以抱得美人归,与崔锦溪永远在一起,而且将来甄嬛有所成就, 那么甄嬛一定会记得自己的这份恩情,将来皇上有龙玉冰天那一日,有甄嬛在,自己就不用去陪葬了。 苏培圣也知道,其实皇帝也很喜欢甄嬛,但是是不自知,可自从甄嬛离开之后, 皇帝开始怀念甄嬛起来。 而这个时候,沈梅庄和苏培圣打助攻,给了皇帝一个大台阶下,皇帝才可以放下面子去见甄嬛。 而来到寺庙之中,从敬白和主持的口中得知甄嬛过得并不好,皇帝见此就急急忙忙去见,上台阶时还摔了一跤。 见到甄嬛时,甄嬛正在为皇帝祈福,皇上以为他没有计较皇上对他的绝情,还是爱着皇上。 皇帝听到这非常感动,而他并不知道,是甄嬛为了别人孩子去委屈自己。 皇上和甄嬛合好后,皇上从衣服取出的是一枚簪子,这枚簪子是从前皇上赐给甄嬛的物品,也是甄嬛最喜欢的玫瑰簪子。 当初甄嬛离宫把这枚簪子流放在了岁玉轩,皇上此次特意把这枚爱玫瑰簪子随身带着,足以表明皇上对甄嬛的那份特殊的情谊。 皇上没有时间,没有心思,也没有理由去怀疑甄嬛。 最重要的是,皇上大脑中根本没有甄嬛怀孕这个概念,而凌云峰的事情,也让甄嬛腹中的和果郡王的孩子,有了雍正的名分。 当然,甄嬛看到这玫瑰簪子也是泪流满面,但他哭泣的原因和雍正的所思,完全不同。 一方面是他感慨世间的造化弄人,同时甄嬛也是为自己哭泣,自己与宋镇玫瑰簪子皇上已经情尽一绝,过去的那个祈祷找天下最好的男人的甄嬛,早已心灰意冷,他一直想要爱情的今生今世都没有获得到了。 很多观众都以为,甄嬛之所以能顺利回宫是他演技高超,计划周密的结果,而实际上却是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,假装上当,顺水推舟的结果,否则,皇帝也不会从一开始就揣着那只金色的玫瑰簪子了。 这说明,他早就看透了甄嬛的小把戏,不过是想给彼此一个台阶下罢了,既然甄嬛已经搭好了戏台,那自己也必须入戏,跟着眼就是,毕竟他心里也始终惦记着甄嬛,所以,甄嬛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,完全是皇帝配合得好。 那么,问题来了,既然皇帝明知甄嬛是在设计自己,他对甄嬛在甘露寺的突然怀孕,就没有一丝疑心吗? 不是没有疑心,而是皇帝被自己的心魔蒙蔽了双眼,自欺欺人罢了。 还记得甄嬛从甘露寺回宫的日子,果郡王代表皇上雍正来接甄嬛,甄嬛深情地睁着大眼睛,望着果郡王,抬起仙仙玉手,扶去果郡王尖头上的落花。 失落地说,王爷身沾落花,落花残败,本不是王爷该沾染上身的。 也正是因为甄嬛和果郡王的私情,最后活生生把果郡王送上了绝路。 就算两人再怎么相爱,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,注定不会有好结局的。 当雍正要甄嬛毒死果郡王时,本来甄嬛是准备自己喝那杯毒酒的。 可能是果郡王知道了雍正不留他的目的,为了保护自己的心上人,果郡王抢过甄嬛的酒杯一饮而尽。 临死前他才从甄嬛口中得到证实,雍正的双胞胎是他累郡王的孩子,但是他却没有抱一抱他孩子的机会了。 果郡王死后,赠嬛对雍正的恨更重了。 雍正在临死之前还剩一口气的时候,甄嬛故意气他,让雍正活活气死,也算是为果郡王出了一口气。 双胞胎名字连起的秘密,就是甄嬛对果郡王一生的挚爱。 后来乾隆皇帝上台还把双胞胎中的一个过绩给果郡王为子,这一切或许也是甄嬛的主意吧。 雍正皇帝却到死都不知道双胞胎不是他的亲儿子。 不过甄嬛也有自己的遗憾,虽然他成功复仇,也掌握了宫中的大权,但他却无法保护自己的爱人,甚至在果亲王临死前,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他孩子的真相。 甄嬛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可怕的腹黑女王,其实和雍正的关系并不大,从雍正的角度来看,她是爱甄嬛的,并且对甄嬛也极好。 在年羹摇失事后,雍正第一个处理的就是华妃,可见雍正一直记得这件事。 而那些欺负甄嬛,甚至想要置甄嬛于死地的妃子,在后宫这样的地方,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 甄嬛在决定复仇之后,其手段比起他们也不差分毫,真正让甄嬛落入这不田地的,其实是当时不合理的选秀制度,这也是甄嬛所无法抵抗的。 他能谋杀雍正,但却不能改变选秀制度,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抗争,可果亲王双宿双飞,任性地怀上过亲王的孩子,任性地给孩子取名字。 但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,甚至雍正的死,都不能解除他心头之恨。 一入宫门深似海,从进入宫门的那一刻,甄嬛便永远和幸福擦肩而过。 堆枕乌云堕翘,五梦惊回,满眼春娇,玄玄一鸟楚公妖,那更春来,玉茧香肖。 我是你的老朋友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欢迎评论区讨论,喜欢就请点个赞。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,关注我,我们下期再见。